普京开启远东之行 能否真正拥抱中国 虚过心理与诱惑两道坎 综合俄罗斯媒体报道 普京总统连日来在远东地区密集活动 先是视察勘察加半岛 出席边疆区经济发展会议 然后前往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东方经济论坛 与此同时在军事层面 乌克兰刚刚发动了一场 针对赫尔松地区的反击行动 目前看成效还是不够明显的 而俄军似乎并没有受到这种反攻行动的影响 东部军区正在举行 针对远东地区假想敌的大规模战略演习 而在能源领域 俄罗斯宣布北溪一号暂停向欧洲供气 这一系列动作显示出 俄罗斯现在极有可能启动了 以能源为抓手的重新调整 自己战略方向的努力 过去一段时间 俄罗斯的能源布局总体上来讲 它是向欧洲倾斜的 2021年天然气的最大出口的目的地是德国 占比为19.19% 出口意大利占比10.38% 出口法国占比7% 出口波兰占比4.18% 不算白俄罗斯和土耳其这几个国家 实际上 出口到欧洲发达国家的占比已经高达63.21%了 这些国家总体而言不仅对俄罗斯是保持戒心的 而且事实上是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极不安全 而俄罗斯这种名之山有虎的做法 它其实是有一个长期心理认知的 就是认为自己无论是在文化圈 宗教圈还是种族圈都是属于欧洲俱乐部的 那么自冷战结束之后 西方国家一系列的组合拳打下来 打得俄罗斯终于开始认识到 自己总不被西方所接纳 而西方这些表情和远亲 也确实不怎么好打交道 现在能不能顺利地转向东方 转向中国 实际上这个过程对于俄罗斯来说 心理冲击其实是挺大的 何去何从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 中俄之间互补心极强 双方携手一定会有一个广阔的前景 但未来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当西方开始齐心协力 遏制我们中国发展的时候 又再次向俄罗斯抛出橄榄枝 导致中俄双方的深度合作出现一些新的波折 这个其实是需要俄罗斯领导人的战略 智慧和战略定力所决定的 美上将入场 北约转战北极 普京底牌已先 可保俄国土安全40年 时间进入9月份 国际局势也更加变幻莫测了 刚刚结束的俄罗斯东方2022演习 成为了美国和西方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 他们称中俄正在进行联合军事行动 对世界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并企图挑战现有的世界秩序 讽刺的是 在指责渲染中俄威胁世界的同时 美国和西方国家却也在密谋将全世界变为对抗中俄的战场 目前乌克兰已经开始针对俄军进行赫尔松大反击 据乌军前线传来的消息称 在乌军三处战线的猛烈攻势下 一天之内俄军的第一道防线就被攻破了 虽然对于此消息的真实度外界存在怀疑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半个月多的阵地偷袭后 乌克兰吹响了新一轮的反攻号角 同时 欧洲开始继续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 美国计划派一名二星或三星上将赶赴前线战场 担任战争总指挥 这些都预示着我们一直以来期待的停战与和平 再次渐行渐远 就像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所说 在欧洲制片土地上 俄乌的战火还将持续数年 并且欧洲并不会成为个例 美国在继续拱火俄乌冲突的同时 也与北约同时展开行动 将目光放在了北极这片净土上 美国总统拜登即将任命一名北极大使 以此来提升美国在北极的影响力 北约秘书长也首次访问了北极地区 在北美防空司令部说出了中俄威胁的言论 所以北极即将成为美国和北约对抗中俄的新战场 显然欧洲、亚太地区、中东、北极都无一幸免地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棋盘 美国正在步步为营 虽然美国已经将所谓的中国挑战放在了第一位 但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当前的想法却是置俄罗斯于死地 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普京自然不例外 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处处紧逼 普京也终于亮出了底牌 世界最大的洲际弹道核导弹萨尔玛特 4月份 在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 俄军就开始了萨尔玛特的试舍实验 普京以及俄罗斯高层也高调表态 萨尔玛特将确保俄罗斯的安全 并迫使试图攻击俄罗斯的国家保持清醒 在此之后 关于萨尔玛特的消息少之又少 不少西方媒体冷嘲热讽 认为俄罗斯不过是在打嘴仗 普京面对美西方的施压吹了个牛 但日前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放出重磅消息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的地面研制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其能保障俄罗斯国土安全30至40年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早前称 北极是战略要地 可以防御俄罗斯打击北美本土的导弹 如今俄罗斯给出回应 萨尔玛特能够飞越北极或南极 突破任何反导系统 对敌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可以说 普京将拳头才是硬道理 这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想置俄罗斯于死地 那普京就拿出最好的回应手段 北约想在北极遏制俄罗斯的打击能力 那普京就大方地告诉北约 俄罗斯有胆量 也有能力突破任何防御系统 重拳出击才是保卫国土的最好方式 普京很清楚 只有绝对的实力才能让美国听懂 才能让北约看清现实 印度空军元帅 组建七个五代集中队 准备好同中国空军两线作战 几天前 德国著名军事专家鲁伯特 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从最新的资料来看 中国空军目前装备的歼20战斗机数量已突破6个旅 如果致意推测无误的话 按照我军每个航空旅36架战斗机的配置 那么 现阶段我军服役的歼20战斗机数量 应该几经突破200架大关 而另一方面 欧亚时报发表了一篇TV114架多用途战斗机 LACA光辉战机 MCA5代机 S400导弹 印度空军司令 概述了应对与中国可能发生冲突的计划的文章 文章中印度空军参谋长 空军元帅桥杜里不仅公开叫板中国空军 还提出了要组建七个MCA隐身战斗机中队来对抗中国 印度空军参谋长声称当前战争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混合式战争时代已经来临 因此未来印度空军要做好与中国在印度东部 北部这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准备 与此同时 为了赢得两线作战的胜利 他还提出了印度空军发展的未来计划 该计划提到 印度空军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六个LCA-MIC-1 A光辉战斗机中队 六个LCA-MIC-2A升级版光辉战斗机中队 七个中队的MCA-5代机中队 以及五个S400地空导弹团 与此同时 印度空军还将借助于国际军贸市场加紧采购 114架国外多用途战斗机 同时对苏30MKI战斗机 米副17和米副8直升机进行现代化升级 从内容来看 这个未来计划中 许多内容都是印度空军的老生长谈 比如说采购114架国外多用途战斗机 该采购计划最早于2019年7月份提出 后来因资金问题 以及印度军方在国产与外购之间摇摆不定 一直被搁置 直到今年7月初才正式敲定 这114架飞机中印度只进口国外18架原型机 其余96架得在印度国内进行制造 除此之外 光辉战斗机中队 S400导弹团以及苏30MKI战斗机 米副817直升机的升级 也是印度军方早已提出的老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份未来计划中 唯一的一个亮点 恐怕就是近建成7个中队的AMCA5代机中队 据相关资料显示 AMCA战斗机指的是印度军方 于去年印度航空航天站 2021国际航空展览会上 公布的一款隐身战斗机模型 该模型一亮相 便被一枚炒作为一款能够吊打 全方位超越解放军舰20的一款隐身战斗机 按照印度军方的设想 新型AMCA隐身战斗机是一款总重 约为20吨的单座双发隐身战斗机 该机机身长度17.6米 翼展11.13米 作战半径为1620公里 该机机下方和机腹之内 共设有14个挂点 最大在弹量约为6.5吨 在动力选择和航电设备技术方面 该战斗机将采用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的 F41410辆航空发动机 以及印度国产或外购的AESA 雷达系统 数据连系统 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 光电瞄准系统 电子对抗套件等等 而在关键的隐身技术领域 由于印度国内隐身材料和涂料技术 存在短板 AMCA战斗机的隐身设计 着重于通过飞机的外形改动 来实现对雷达波的偏离和散射 这与俄罗斯苏-57战斗机发展的思路 十分相似 按照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说法 AMCA战斗机原型机 最快将于2026年前完成设计 第一批AMCA-MIC-1战斗机的生产工作 将在2030年左右开始 后继改进型号AMCA-MIC-2战斗机 将是一款妥妥的六代机 也正是如此 印度空军参谋长才敢夸下海口 未来将舰7个AMCA隐身战斗机 抗衡中国空军 虽然AMCA战斗机一度被印度军方高层寄予厚望 然而就实力而言 AMCA战斗机与我国已经服役的歼20战斗机相比 显然不在一个层次 首先就重量而言 我国歼20战斗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接近40吨 相比之下AMCA战斗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仅为27.5吨 这意味着该机在航程 作战半径 在单量等硬核实力方面已被歼20甩开一个级别 其次 在发动机 雷达等关键技术方面 印度AMCA战斗机也同曾经40年摩一件的光辉战斗机一样 不得不依靠国外多家公司的技术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AMCA项目是否会重蹈当年光辉 项目的负责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AMCA战斗机未来能否顺利服役 恐怕还是个大问题 最后 也就是印度空军参谋长提到的 要建立7个AMCA战斗机中队的问题 根据印度空军一个中队18架战斗机的配置 未来 印度斯坦公司至少得生产126架AMCA战斗机 才能满足印度空军的需求 按照该公司在扩大生产线产能之后 平均一个月 交付一架光辉战斗机的速度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即便该公司在2030年开始量产AMCA战斗机 最快也要到2040年之后 才能凑齐这126架隐身战斗机 相比之下 我国歼20战斗机自2017年服役以来 成飞四条生产线变家族马力 开启了全速生产模式 虽然官方没有公布 目前歼20战斗机的具体数量 但不少外媒和专家却猜测 目前我军歼20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架 结合着歼20副总设计师只要空军有需要 航空工业能空军满足任何需求的说法来看 外媒和国外专家的猜测并非没有依据 也就是说 在隐身战斗机领域 印度AMCA战斗机 要想有实力能与我军歼20战斗机抗衡 至少还有20到30年的路要走 然而就算是到了2040年之后 印度空军的7个AMCA隐身战斗机中队组建完成 印度空军在隐身战斗机领域也无法追上我国 毕竟那个时候别说歼20数量已达数百架之多 恐怕更新一代战机也都有可能大批量服役了